大家好,我是粵書人小科 剛才在這裏祝我們港大職工婦女 三馬婦女節快樂 來到三馬婦女節 我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本有關於婦女的書籍 這本就是中華全國眾公會女職工部新篇的新書 叫做中國女奴母 這本書是售本有關於女性奴母的專注 這本書裏更好地分析了女性奴母的發展歷程 以及中國工人運動發展的歷史 去分析女性奴母的成長規律 進入她們的精神內涵 讓我們讀者能夠更加好 去了解到我們國家和黨的發展歷史 去繼承她們的根國之志 和我們學習到奴母精神、奴毒精神、奴障精神 我們看看歷史 由解放區到新中國 從改革開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我們的女性奴母 始終和我們的黨和國家同心同心 發揮著根國不讓蘇明的豪誠 帶領著我們的港大女性職工 發揮著半邊編的作用 將她們的個人生活 引入她們的家庭幸福 投入到民眾復興 以及國家富強的偉大事件裏面 來到新時代 一批有一批的女性奴母 在各項學院裏面很容易 我們都看到她們圍著 向國建設 以及我們的偉大民眾復興 貢獻根國的力量 這本書全書總部有75萬字 由中華全國同工會的女性職工庫 組織了35個省級的工會 以及專家一起去集結 他們遲在一年半的時間去編寫 亦都收穫了近八年來 我們中國的女性職工 走過的一些輝煌的事件 以及她們的一些經驗 同時裏面亦都精選有79個 有關於根國蘇明的案例 可以讓我們的女性職工 和港大讀者進行提讀問題 我們今天知識堂的時間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